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 再次同心合意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 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承认你是我们的王 主啊 愿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所行所作的事情 都成为对你的敬拜 都按着你的心意来到行 按着你所喜悦的来到作 如今我们到你的面前来 主我们向你寻求 求主赐下你自己圣经的恩言 因为主啊 你的说话何等的宝贵 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是天上的玛纳 求你赐下你的恩言 让我们心灵得饱足 也都更加知道 怎样来到跟随你 和你与我们同在 似乎一段时间 我们仰望你 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今天和大家思想的是以诏书第五十六章的一段经文 开始我想提回一件事情 也是早前我自己看到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在美国的青年 这个青年有耳朵永久失聪 因为他过去曾经有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去救一个人 而之后他就失聪了 有人就曾经问他 如果你当时知道你救人之后有这样的结果 你会不会仍然做这件事呢 这位青年很快就回复他 他说我一定会再做 这件事情是讲的 很多年之前他和他的弟弟 当时他少年人的时候 在他们所住的地区有一个湖 这个湖当时冬天是结冰 因此他和弟弟在冰面上来玩 很开心 但是因为弟弟去了一个地方很薄的冰 不小心就整个人就掉到冰户里面 在冰户掉下去的时候 哥哥在旁边看到很惊慌 也都不知所躁 但当时他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弟弟 妈妈很爱爱他 而他也都体会到自己其实很爱自己的妈妈 知道如果妈妈没有了弟弟 他一定会很悲痛 当他想起来的时候 他就有一种勇气 他就跳下湖去救他的弟弟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把弟弟带上岸边 弟弟得到拯救 但他自己因为长时间在冰户里面 他耳朵就永久失聪 这个故事当我自己读的时候 我就想 有什么动力给一个青年 愿意来救他的弟弟 那个环境是很凶险 但是他仍然这么做 因为他好知道他妈妈爱的弟弟 也都好知道 如果弟弟离开 妈妈会极度的伤痛 他体贴妈妈的心 所以他愿意付上代价 来去救他的弟弟 我就想到 我们常常讲差传 在教会里面 我们很多年都讲一件事情 我们说怎么能够可以满足神的心呢? 要能够满足神的心 就是你关心差传 因为神的心在差传 神的心在差传 他的心顾念到很多未曾认识他的人 因此他的心上上来到去 向我们发出一个呼满 也都是当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段的说话 将他心里面深切的渴慕提出你 吩咐我们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恶的门徒 将他自己的心愿来向我们表明 因此什么时候我们要看贴神的心 我们关心差传 或者说什么时候我们关心差传 我们就可以满足主的心 当我们想到差传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是宣教的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会想起很多工作 很多事情要做 但其实最重要也不仅是一些外在的工作 而是你的内心 你会看贴到神自己的心肠 而你去与他同心 与他同工 当我们读到二冲二书的时候 你会更加体会到上帝这一种的心 来向我们表达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二冲二书第五十六章 五十六章之前 如果你留意到五十五章的时候 你就会体会到一件事情 就是神是很急切地呼唤人 来到归向他 在五十五章里面就提到 那一刊 尼塞亚你要召集素不认识的国民 素不认识的国民要奔向你 他达出一种很明显的 神自己的救赎的目标 是让那些不认识他 各国各族的人能够可以奔向上帝 认识住 所以你知道神的心意不单单是 华人信人数 不单单是美国英国人信人数 更加是万国的人能够奔向上帝 你会再读的时候 在英国经文里面 下面再提 他说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也意味着有些时候 你是想寻找 都寻找不到 在救赎的计划里面 神容许人能够归向他 但当主再回来的时候 那个已经不再是机会 因此主呼吁我们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在他接近的时候 来求告他 所以看这段经文之后 第五十六章一开始 第一第二节 请你再继续说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 因我的救恩临近 我的公义将要显然 在读音词经文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一份迫切的感觉 是主说给我们知道 我的救恩临近了 很快就来到了 我的公义将要显然出来 顺带给我们知道 就是救恩将要临近 把这个机会引领人到他的面前 把这个时间归向我 当你读音词圣经的时候 或者你会想分析当主耶稣 来到地上的时候 一开始他就不断宣告一件事情 这句话你一定记得 主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 你一定要把握着时间 快快悔改 转向主 当圣经里面说到 主说天国近了 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 我的公义将要显然 圣经里面其实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说到 当主的公义临到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因为他的救恩 我们被称为义 第二 这句经文同时指向一个方向 就是当主耶稣 他第二次在来的时候 经文指向一个 主最终有的公义的审判 主公义的审判 也很快就会临到 因此在主再临之前 我们赶快地去到主的面前 领受他的救恩 或者我们赶快地 带人到主的面前 让主能领受他的救恩 当你读到圣经 特别在圣经的使徒行转 讲述到当时很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觉在过程当中 有很多主自己的说话在里面 向人讲述出来 很多方面都是不断讲述主自己的心很急持 其中我想到就是 在《石灵传》第十八章 讲述到当时 保罗去到哥林多地方 来传道 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发觉当地的人很抗拒 犹太人去毁谤他 去逼迫他 他面对很大的阻碍 照一般人的反应 就会觉得 这样的情况 不如暂时避一避 或者可以避一下风头 稳定的情况稳定才再做 但在那个时候 圣经就说到 保罗在晚间有一个异象 主要特别跟他说一句说话 在圣经的《石灵传》第十八章里面说 主跟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说 不要沉默 有我与你同在 没有人会下手害你的 最后一句说话 大家一起读 因为在这成里 有许多属我的人 主的心很深切地来说给保罗听 这里有很多属于我的人 你不要怕 你不要停止 你要向他们讲述 让他们可以归向我 你会感受到当主来呼吁我们去传道 去作专教的服事的时候 去向人作见证的时候 在他内心里面有一个迫切感 很盼望有更多这些熟他的人 已经是被神所简选 但他们能够真正的信靠主归向主 以至他们能够可以得蒙神的拯救 有的时候当你在你的工作崗位或者家庭 遇到你的亲友 或者你在街上 有时候见到大群人到处走的时候 或者你可以停一停 看看他们 你可以感受到主跟你说 在这个城里面有很多属于我的百姓 在你的家里面有很多属于他的人 而主渴望你都能够不要怕 你去作见识 不要沉默 不要担心因为神与你同在 你放胆 你都去带领他们 你都去认识主 在圣经里面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你会留意到就是之前有一句说话 五十六章第一节说 你们当手公平行公义 因为我的救恩临近 正因为神的救恩临近 你们就当手公平行公义 正这并不是说我们因行为称义 而是说到守公平行公义 正是信心的一种表现 因为你信靠上帝 你知道他的公义审判会临到 因此你让你的行为 看着你的信心 你都去行出来 配合着神的心意 正如当施世约翰来 去问一帮人的时候 他们问施世约翰 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呢 施世约翰就说 你们要留意 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 和你们悔改的心相情 让你悔改的果子 这个果子是证明你真是相信主 因此你的行为 正是信心的奉献 献成你的行为 见证 才能够证实你真正信靠耶稣 我上去圣经 在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经文里面 有很多处地方提到主在来的事 去到一章十三字的时候 这只经文说 他说所有要准备好你们的心 这个准备 和合本译做 约束你们的心 謹慎自首 专心盼望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要带给你们的恩惠 你发觉整个方向是指向将来 是主在显现的时候 他会将真正的恩惠 带给你和带给我 而因为相信主的应许 因此我们今天 准备好我们的心 謹慎自首 或者说我们今天 就守公平 行公义 因为我们相信 圣经所说 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要带给我们的恩惠 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述到 宣教全科目的时候 首先我们跟自己讲回 如果你是真正信靠耶稣的 愿你的今天的生活行为 是配合着你的信心 也都表明你真是知道 主会再回来 因此以你的行为 以你的见证 你都向神献持你的信心 不单是你鼓励别人 这样做 你自己也都真实地走出来 你都向主表达出 你的心智 你的心灵里面的一种方向 想起圣经里面的 约束你们的心 或者准备好你们的心 你一定会想起圣经 在福音书里面 这些仆人的比喻 杜家芬讲述到一个仆人 他等待主人从婚宴里面回来 神经说他触上腰就应该知道 触上腰点着灯 等待主人从婚宴来到回来 不知到什么时候 但他准备好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扣门 他立刻开门 神经说 在那个时候 主人就清诊个仆人有福 当你今天来到过敬虔的生活 守公平行公义 是因为你相信主 会再回来 这顶节目 我们太容易 会为到眼前的事情来到生活 会为自己有没有的前途 做各样的打算 但是更重要的 是带着一个对将来的盼望 来到过今天的生活 或者说你带着一个期待永恒的心 来到他守公平行公义 在那个时候 你会发觉 你真正可以领受到神 给你生命的恩惠 我们再读下底的经文 下底的经文 再告诉我们 就是当主一路呼吁我们 来到去信靠他的时候 然后接着圣经在下底的第三节 提及神真是很愿意接纳所有的人 来到归向他 五十六章第三节到第七节 一路说着两类的人 一类就是外邦的人 一类是太监 这些人 在当时的人来说 是完全不会有机会信耶稣 不会有机会归向耶和华上帝 圣经提到 他说这些人 他们心里觉得自己 都是不属于神的 这些外邦人说 耶和华将我和他的子民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意思是没有份 分开出来 不属于神的救恩之内的人 有提到太监 大家都会知道 是当时一些身体受到阉割 不能有自己子孙的人 他们说我是一些枯树 也意味着他们是被轻视 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如人 死之后 没有人会再纪念他们 会觉得自己不可能会得到什么的帮助 得到什么的救恩 但是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 经文跟着就马上讲 第四节就提了 神跟他们说 哪些紧守我的安息日 选择我的子 而持守我弱的太监 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 在我墙内有纪念碑有名号 他们以为会不被人纪念 他们以为自己消失的时候 就永远消失 但是主告诉他们 他们在我的殿中 意味在神的家里面 他们是永远被纪念的 是有神给他们的名分 有他们的身分 比起有儿有女的人 他们更加领受神的恩惠 而且他们的被纪念是永远的 圣经提到 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 是不能被剪除 我相信大家都会遇过一些人 他们会告诉你 你不要跟我传福音 我这些人不会相信 我很记得有一位 曾经吸毒的朋友说 他说我早年的时候 我吸毒 我有戒毒 吸毒有戒毒很多次 但是依然故我 家人都对他完全失望 而且有一些家人 已经很清楚表达了 已经和他断绝关系 不让他再回家 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一个骄徒 和他说道耶稣的事情 然后他立刻就说 你不用说了 上帝如果他在这里 他也不会要我 你要跟别人说 不用浪费你的精神 是对自己一种很清楚的否定 弟兄姐妹 我想你一定记得一首诗歌《奇异恩殿》 我们纯纯讲述到一位诗歌的作者 John Newton 因为这个作者 他很深刻明白一件事情 你知道他曾经是一个 贩卖黑奴的商人 但是我很记得 就是当我读他传记的时候 他说我自己估计 间接因为我而死的黑人 有二万人 因为很多次混在黑路的过程当中 那些船是很凄逼 环境很恶劣 未到他上岸 已经很多人死在船上 而他们死了之后 就被抛到大海 这个带着很大的内疚 罪疚的一位若汉柳顿先生 但后来信了耶稣 过程大家会知道 当他信耶稣之后 他奉献自己 来传福音 一直到他离世的时候 有四十多年的时间 但他一直说一件事情 他说各位弟兄姊妹 当你有机会上到天家的时候 你会发觉有三件事情 会很惊讶 令你很惊讶 第一 你发觉有一些 竟然最大恶劣的人 他们竟然上来 为什么他们可以上来 第二 你会见到有一些人 你期望他在那里 那些在教会 看到他们很敬虔的人 我发觉原来他是敬虔的外表 但是竟然现在 在天家看不到他们 很惊讶 但他说最大的惊讶 仍然是 发觉自己 竟然在 你会发觉 圣经里面一直说的一件事情 上帝的爱 超越我们很多的软弱 错失过法 他愿意接纳那些 以为没有机会信主的人 在你身边里面 甚至有些 是你觉得他不再有机会 有时你会觉得 你和你的家人 讲了福音很多年 他们真的很深压 一路拒绝一路抗拒 可能你都会怀疑 神会不会接纳他们 但你不要忘记圣经所说 上帝接纳外邦人太监 接纳若汉牛顿先生 你知道主都会接纳他们 让你继续放胆的 你都会帮他们讲述到主的故事 主继续在下面第七节第六节 在第七节 这段经文的中间讲到 他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意味着主接纳他们 带他们到自己所在的地方 使他们在我祷告的殿中起落 他们的献上的祭品 是蒙我的越纳 也意味着上帝让他们 他们和神进入一个关系里 去阅纳这些生命 阅纳他们的祭品 然后主说 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 祷告的殿 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了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 当你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了 大家可能都记得一个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提及 在历史当中 1956年的时候 在阿华多尔一件轰动世界的事情 就是五位宣教士 在一个民族 这个土族当中 奥家族的人里面 一起被刺杀而死 五个人一起死去 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发展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两年之后 有两位的姊妹 分别是被杀的孙教士的太太 和另一位的妹妹 他们再去到这个族群当中 其实这个族群 他们的奥家族这个名字 土语的意思 就是残酷凶猛的意思 其实过去几个世纪 他们都没有接触外人 但是神感动宣教士去接触他们 有些人说 还不在? 五个人都死了 错误决定了 但是想不到 他们两位的姊妹 继续再去到 去到对他们非常之好 因为他们在这段时间 特别学了护理的工作 特别去到帮助他们 医疗方面的需要 他们的母家族人 接纳了他们两个 然后有一次邮长问他们 为何你们对我们这么好 然后他们说出 他说我们的丈夫和哥哥 曾经被你们杀死 因为神的爱 我们继续过来 想帮助你们 邮长第一次知道他们的背景 但是从那天开始 很多的奥家族的人 一个一个信主 到今天这个族群 有几十万的人信耶稣 我记得有一次 有位华人的牧者 说回他很多年之前 1971年 当他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 有一个大职会 看到其中一个 曾经杀孙教士的族人 在当中说建设 他起来用土话说 当然大家不懂得听 一位姊妹在他旁边 就帮他传逆 一位姊妹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 几年之前 我的哥哥 因为福音的缘故 被我旁边的朋友 杀死了 大家很惊讶 看着他 停一停之后 一位姊妹再说 他说 不过 现在站在我旁边的 是我主来的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 主的爱 不单止是一种的美德 而是一种生命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可以 被主的爱去改变 也能够让我们去爱那些 不可爱 甚至伤害我们的人 你会察觉到 主自己透过 他对你的爱 对我的爱 也帮助我们去接纳 那些好像 不能够信主的人 知道其实 他们都是神所爱 他们都能够在神的爱 当中被改变 对着很多今天的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教徒都知道 今天全方的危险 比过往更大 但是我们常常记得一件事情 他们仍然有盼望 因为主可以改变他们的心 而圣经就说 只要他们求告主 他们就必得救 但是圣经跟着一个问题就说 如果他们未曾去听过主的道 怎会能够去信靠主呢 未曾信靠主 怎会去求告主呢 未曾求告主 又怎会得救呢 推到最前 仍然是一件的事情 就是有神的差遣 然后有人的传道 他们最终才能够信主 各位弟兄姐妹 你和我是领受的神 给我们这一份传道的恩典 这份的职份 如果我们不去讲 不去传的时候 其实你是 我是剥夺了他们 能够得救的机会 因为神的心愿 是要透过我们 要作成这件事情 而你和我领受这份的恩典之后 我们去讲 我们去传 我们去见证 让人能够求告 以至能够得救 当我们读到主 告诉我们 这个殿要称为 万民祷告的殿的时候 你会察觉一件事情 我们最后看一看 就是神的心非常顾念 在圈外的样子 刚才读的经文提到 就是在第八节 这段经文中间说 他说我还要召集更多的人 归聘到这些被召集的人中 神的心愿是要召集 所有万族的人来归向他 你或者纳字会想回这件事情 就是以按福音 第十章 主耶稣自己曾经说 这段经文我想请大家一起 帮我读出来 我令外有羊不属者圈类的 我必须令他门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木人 你很清楚看到 主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一个很强调的表达 有羊 但是他不属于这个圈 暂时仍然未属于这个圈 但是我必须 主说我必须要领他们回来 让他们听到我的声音 和这群已经信靠我的人 合成一群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起聚集 我们一个自己的圈 这个是属神的圈 但是你知道主的心 仍然是不断在讲圈外的药 主说给他们知道 我必须要将他们领回来 《圣经》罗马书 第十一章讲述一件事情 它说有一天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以色列全家要得救 突然间我们看过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目标 是要让一大群的外邦各族的人 他们都能够进入神的圈内 他们的数目添满了之后 在那个时候主先回来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上上讲到 马提风二十四一十四节 一句很特别的说话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终结才来到 也因此你要记得 《圣经》《比特后书》 讲述了很多主自己 在回来的事情的时候 突然讲一句说话 他说我们期盼 期望 并加快神的日子来临 你说我们可以加快主的再来的吗? 是的 当我们来到全阳主 当我们头身关心猜传的事情的时候 人更快进入神的角度里 主的心肠满足 他就再回来 圣经很特别地讲述这件事情 就是原来我们的行动 可以加快主的再来 当然你知道 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控制住一切 其实是主不断在工作 他的心是渴望万民归向他 因此他在不断工作 而我们只是配合着他要做的事情 然后当我们配合着 神的心就满足 因为他的大能大力 可以用很多方法叫人归向他 但是他的心是要我们去配合 是要我们去参与 以至成全他的旨意 他的日子就再来 我有很多时候听到一些宣教士 说回他们的经历的时候 就体会 很多宣教士都说 其实都不是我们做什么 很多时候是神安排的机会 甚至有人主动走来跟我们说 你说耶稣给我听 重要的是他们在他们中间 他们的Presence 他们的同在 让他们有机会问到福音的事情 我简单说一件事情 一对宣教士夫妇 他们在欧洲的一个难民营里面做工作 他们留意到一个北非的朋友 很想能够去大学信主 因此跟他们建立关系 有一次他们约了一位朋友 在驾车车他们去市中心 让他们可以出去走走走 上了车之后 他们预备走了 一路开车的时候 在前面突然发现 有四个很高大的中东的青年 站在他们的车前面挡住 他们就知道 可能有些不太好的事情发生了 搞低的车门 对方就跟他们说 可不可以车到他们去市中心 这个太太的姐妹 就想着跟他们说 对不起不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口 就上车了 他自己都说很惊讶 为什么自己会这么说 上了车之后 他知道今天 没有了 都是跟北非的朋友 不可以有什么活动 怎么上了车之后 这四个朋友 这四个青年 竟然开声跟他们说 你们可不可以说 一些关于耶稣的事 给我们知道 你们认不认识耶稣 我们在自己国家 是不可以问的问题的 一位的先生 他都很担心自己听错 再问他 你们问什么话 他们说 我们很想知道 这些关于耶稣的事 你们知道吗 因此他们就很开心 一路将主耶稣 告诉他们 过了几个月之后 这位北非的朋友 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但这四个青年 全部都信了耶稣 是他们不会想到 是上帝把人带到 在他们的面前 因为是神在工作 他在第一次会 当你去作见证的时候 你知道 其实最后不是你 但是神很希望 你能够与他同心 他将这个机会给你 你留心去回应圣灵的带领 然后你发觉 神自己透过你 要人进入他的圈内 而你也可以叫主的心满足 在我们前面的日子里面 或者我们很多 对自己的事情的挂心 很多不同的计划安排 但你记得一件事情 你体贴神的心墙 去留心配搭 他的引导 还有信心把你自己交出去 然后你会经历到 上帝如何用你 你去作他的见证 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你会欢欢喜喜 你会很快乐 因为知道 你与主同工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请大家片刻的祈祷 你心里面向上回应 主要你喜悦我 如何服侍你 主要我可以如何来 体贴你的心墙 爱你所爱 求你指教我 请大家祈祷 亲爱主我们同心感谢你 是你拯救我们 叫我们与天父和好 你又同时 将叫人与你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职份 祈祷祈求你保守我们 真是体贴你的心上 知道你渴望万民归向你 主我们就知道与你同工 知道保证你给我们不同的机会 你都向万民作献证 求主带领我们 引动我们行在你的心意中 我们都可以快乐满足 感谢祈祷奉耶稣圣名求 阿们 叫你愿嫌